但是最近買下推特的馬斯克 發起了一個網路投票決定 說看看大家是否同意 川普的推特賬號要不要復活 好 這是根據外媒報導 說超過了1500名的推特用戶 參與了這一項的民調投票 當中有51.8%的人 贊同恢復川普的推特賬號 也就是超過了一半 但是反對的也不少 占比達到了48.2% 川普受訪時強調說 他依舊沒有興趣重返推特 會使用自己新的平台來發文 APIC領袖峰會落幕了 我國代表張忠謀是與習近平等 多國領袖會談 同時他也提到了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對台灣的晶片 特別有興趣 歡迎台積電去設廠 請教佳琪 在泰國登場的APIC會議 我國派出的是台積電創辦人 張忠謀當代表去參加 不過張忠謀除了會見了半數領袖之外 就連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也跟他 有一番交談 兩個人也聊下了深刻印象的談話 張忠謀說在賀錦麗跟他說 他對晶片特別有興趣 也歡迎這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設廠 雖然他知道就美國的全本 一定是比台灣多上很多 但是還是歡迎台積電 可以把一些先進之神來拿到美國來 重申美國願意幫助台灣的決心 而張忠謀也講到了 他也邀請美國商務部長 參加這個台積電 在12月首批基台設備到場的一個典禮 希望他們能夠來參加 不過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這APIC台灣領袖張忠謀 他其實21個領袖 他跟一半以上都有來做互鬥 不過他說了 其實他們談的東西很多 包括了疫後窮建 美中競爭 俄武戰爭 甚至是APIC有責任開創新局 那麼台灣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他說這是舉足輕重的角色 包括了半導體發揮的關鍵影響力之餘 還有的就是氣候變遷的永續發展 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子 一對甲道歡迎 泰國總理帕拉玉19號在總理府 會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泰關係 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願同泰方弘揚中泰一家親特殊情意 構建更為穩定 更加繁榮 更可持續的中泰命運共同體 除了場面化 雙方會後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加強互信 其中當然也少不了說 泰國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支持一國兩制 就在同一天跟習近平見面的 還有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相對於習近平密集會見各國元首 我方除了代表張忠謀積極拼外交 連日來在曼谷各大百貨公司跟重要路口 也可以看到台灣的形象廣告 標題是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而不同於網界的APEC 總會在閉幕當天安排各國領袖 穿著東道主傳統服飾大合照 今年或許是礙於疫情 沒有這項環節 TV新聞 朱光宏 莊志偉綜合報導 我們剛剛聽到了中泰一家親 那麼接下來大陸與紐西蘭的關係 又會如何發展呢 習近平是見了紐西蘭的總理 那麼同時大家也提到了台海議題 再交給佳琪 而這回紐西蘭總理阿爾登 也會見了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備受關注 兩個人原本只說好要談30分鐘 但是卻相談甚歡 多談了20分鐘 是談了些什麼呢 紐西蘭政府就說了 其實紐西蘭有提出對台海 新疆 香港跟南海議題的關切 還呼籲大陸運用它的影響力 來應對區域安全的挑戰 包括了像是北韓跟俄羅斯的挑戰 而我們那一看到的是 習近平就講了 中紐關係是 紐國最重要的對外雙邊關係 甚至是必須在利益一致之處 來進行合作 中國大陸對紐西蘭到底有多重要 其實看這個就知道了 它是紐西蘭最大的貿易夥伴 光是中國大陸的出口就佔了三分之一 所以它當然是實施對華友好的政策 那麼當然阿爾登也講了 兩國的政治體制觀點不同 但都受惠於區域穩定安全 國際的規範 現在看起來是備受考驗了 但他們也談到合作的部分 包括經貿 農業 但他認為這氣候變遷的議題 應該要優先 而他們現在有的共識 就是維持區域和平 這兩個人講著講著 原本講得好開心 多講了20分鐘 原定半小時就要結束的會談 硬是講了50分鐘 足以見得就兩邊的談話有多熱絡 好 我們再看是北韓的歷史時刻 出動了國包主播李春季來播報 因為北韓試射了火星17洲際彈道飛彈 同時也強調了 這是世界上最強的戰略武器 用22輪發射車載運的飛彈 在磅礡音樂中登場 這是朝鮮中央電視台 為火星17型洲際飛彈 製作的報導型電影 說是電影真的沒有誇張 因為長達13分19秒的影片 有音樂 有特效 還有誇張對白 飛彈官兵連講話都帶Echo 而且飛彈發射過程 飛彈官媒出動5G拍攝 極盡所能誇大飛彈威力 這部射彈威電影 不只讓北韓的火箭軍 首度公開亮相 連北韓第一千金 也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CNN記者認為金正恩 想用核彈守護北韓的金家王朝 其實在射彈電影的結尾 李春基也這麼說 世界最強武器火星17型飛彈 儼然成為北韓的國家驕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再看國際焦點部分 就是東南亞的政局了 馬來西亞將會出現全治國會 因為這是前大馬的首相馬哈迪 連任議員失敗了 那麼下一步要準備退休了嗎 再交給記者維加綺 馬來西亞的焦點 他們的國會大選剛落幕 不過前首相意外落馬 那麼現在選治國會也即將成定局 根據馬來西亞的新報報導 三大陣營在已經開出的219席當中 其中希望聯盟戰略81席 國民聯盟73席 國民陣線則有30席 但是無陣營獨獲過半其次 就是沒有人過半 所以因此 宣治國會已經成為了定局 那該怎麼辦 希望聯盟的安華就講了 已經爭取到其他政黨 超過112位的議員支持 那麼有沒有可能繼續融合 這個組織新政府他認為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也有機會實現他的首相夢 不過我們當你看到前首相可就沒那麼幸運了 這個馬哈迪沒有辦法連任蘭卡威的席次 這也是他53年的從政生涯裡面首次的挫敗 預估今年已經很高齡的他 可能這已經是他政治生涯的終點了 也是未來可能他就會好好搖搖不在出現的政壇 今天晚上很多人很恐怕要熬夜看比賽了 世界杯足球賽今天深夜在卡達要點燃戰火 那麼先帶你來看看話題人物 這是英格蘭國家隊隊長凱恩 他的企圖心 才華央溢又充滿自信 這就是當今的30軍團 英格蘭國家足球隊 四年前的俄羅斯世界杯 他們下進最後四強 兩年前的Euro 2020 他們也踢進了決賽 儘管呂呂和大賽冠軍擦肩而過 但英格蘭的世界排名依然高居第五 他們的自身武器 當然不能忘記隊長兼世界杯的金學獎得主 前鋒 Harry Kane 有高度也有速度 凱恩為英格蘭國家隊效力了75場比賽 已經踢進了51個進球 在歐洲區域賽 凱恩在8場比賽中 貢獻了12個進球 其中包括兩次帽子戏法 帶領英格蘭以8勝2合的不敗戰機 進軍世界杯 英格蘭在這次卡達世界杯的26人名單 基本上和兩年前拿下歐洲亞軍的班底 沒有太大改變 只是兩位年輕人 年近19歲的中場球員貝寧漢 和21歲的前鋒颯加 讓英格蘭基本的4231步陣 可以出現更多變化 只是提起英格蘭 當然不能忘記總教練 南門索斯蓋爾 今年52歲的索斯蓋爾 從2016年開始帶領國家隊 4年前索斯蓋爾和三師軍團 只差一里路就能帶著足球回家 卡達世界杯 或許他們可以實現願望 特兒新聞怎麼不懂 那米雷看看各隊的實力 這是第6度參加世界杯的伊朗 其實前五屆都在小組賽這邊 就遭到淘汰了 那麼這一季是捲土重來 小組賽的第一場比賽 就要對上上一屆的電軍 英格蘭隊 練習前先來一個 提振士氣的精神對呼 伊朗國家隊在執教過 四屆士族賽的主帥 奎羅斯都軍下開始熱身 因為伊朗要終結五度參賽 五度在小組賽被淘汰的紀錄 我認為其他事件是 這時刻的主意 就是這一局在現場 還有一瞬間的期間 再試一下 一刻的期間 較強大的期望 這個期望和想念 與伊朗大利亞 更特別的目標 的投票 他們想要做更多 他們想要做更多 他們想要做二 também 那我懷孕我懷孕 我們應該有所謂的 我懷孕的思論 你是這次吻 主持人的 我們如果應該講 這次的英格 一點是 人称波斯铁技的一朗队 包括这些世界杯在内 已经是第六度参赛 球员身体素质硬朗 球风票和任性十足 是这支球队 能害英格兰叫板的最大本钱 他们有很多历史 有很多球员 他们有很多球员 他们有同一个球员 在四十年 他们是一种不同的阶段 比斯韋是奎罗斯布阵骑兵的格里扎德 不但能为前场攻击提供火力支援 也能担任组织攻防的角色 更为伊朗要在小组在出现的希望 增添意大利多 TVB的新闻唐斗顺综合报道